马克龙的表现证明了我们中国的眼光 北约被迫暂缓向亚太扩张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中红talk 我是卢中成 近日 这一届的北约峰会 可以说让美国人是颇为失望 尽管大体方向会议的议题 还是沿着美国预想的方向展开 但是具体议题的达成上 拜登却罕见的失去了控制力 尤其是关于北约向亚太地区扩张的话题上 遭到了马克龙的直接阻击 从日本媒体日经亚洲的报道来看 在北约峰会上 关于北约在日本开设联络处的议题 遭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强烈防罪 尽管美国及其盟友一直在鼓吹 要和印太的伙伴加强接触 可是法国这边却坚持认为 这个联络处将向亚太地区释放一个极其严重的 错误信号 因此在这一次北约峰会各国署名的联合公报中 删除了有关亚太的相关表述 不过日本媒体也提了 美国相关人员在会后向日本方面暗示 他们不会放弃这一类议题的推动 不过是碍于北约的条约规定 设立日本联络处的话题 将只能推迟到今年下半年再讨论了 坦率地说马克龙这次在北约峰会上阻击拜登的北约向亚太扩张 本质上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来服务 是在为他自己的后路来拼命 自从马克龙和中国见面之后 马克龙对欧洲立场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 那就是要谋求欧洲战略自主 之前巴黎的骚乱一度扩散到了全法国 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而在法国同意了向乌克兰支援导弹之后 骚乱很快就掩其息鼓了 分析认为 法国同意向乌克兰支援导弹是冲着俄欧冲突去的 是马克龙最大的两步棋 第一步棋 关于欧洲战略自主 可这是谁的战略自主呢 欧洲一堆的国家该听谁的呢 所以马克龙的第一步就是想尽可能的削弱欧洲的竞争对手 让欧洲的战略自主最终变成法国的欧洲 而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 本质上能够延长俄欧冲突 虽然美国人可以在俄欧冲突里捞到钱 捞到好处 但法国人难道就真的是在义务劳动吗 显然不是 马克龙的这一步说是支持美国对俄欧冲突的立场 但延续这场战争足可以进一步削弱德国和东欧国家的实力 使德国面临着经济危机 能源危机和难民危机 等德国被削弱了 那剩下的欧洲不就都得听法国的了吗 虽然说援助乌克兰 法国可能也会受到一些牵连 但法国目前唯一的一个还保留着基本工业产业的国家 其内功比较好远超其他的欧洲国家 所以法国的问题不大 至于马克龙的第二步棋 那就是给他自己留后路了 事情其实是很清晰的 法国要做欧洲的战略自主老大 那美国人是不可能答应的 所以马克龙就需要给他自己留下一个坚实的 又对欧洲没太多想法的强大外援 这个外援是谁呢 那就是我们中国了 所以确保北约远离中国 就是确保法国的外援 可以在未来能够及时入场 对法国施以援手 对抗美国 所以法国是坚决反对北约入局亚太 以保证中国的利益 坦率的说马克龙现在的表现 真的是改变了外界对他的很多看法 也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们中国的眼光 不过话说回来 北约内部美国的影响力终究是巨大的 法国它能阻拦美国多久还是一个问题 而且北约在亚太的扩张 确实是对我们中国的一个巨大威胁 但即使是这样 我们中国也不会将自身的国家安全 完全寄托在其他国家身上 比如在法国身上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现在之所以敢在俄欧冲突的背景下 要将北约向亚太扩张 基本之意味着俄罗斯那边 给美国的压力还是太低了 没有能巨大的消耗美国的精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俄欧冲突似乎还应该主动再给美国加点压力 给美国找点困难 还是要让美国多分分神的好 好各位网友 今天这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 欢迎各位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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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